美国驻英国大使伍迪约翰逊12日呼吁英国停止支持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,与美国一道对抗所谓伊朗在全球制造的威胁, 英国方面暂时没有显现转变立场的倾向,7月14日新华网,2015年7月,伊朗与美国、英国、巴国、俄罗斯等达成伊核协议,根据协议,伊朗承诺限制和计划,但享有和平利用和能的权利,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制裁,此后,伊朗履行了伊核协议,履行情况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认可, 然而,美国坚持认为伊朗没有履行伊核协议,执意要退出伊核协议,5月8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,美国退出伊核协议,并重启对伊制裁,8月7日,美国重启对伊第一阶段制裁,涉及融、汽车、金属、矿产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, 遭到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对,其中包括美国的铁杆盟友,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,此前,英国一直反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,但美国一直没有对英国施压, 而今,美国第一次直接警告英国,不要在伊朗问题上别站错队,那么,英国会屈服吗?从伊核协议国来看,最有可能向美国屈服的就是英国,而从目前情况看,英国没有屈服的迹象,还不打算冒天下之大部位而跟着美国走。 英国外交部分管北非与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利斯泰尔伯特说,伊核协议是地区安全的重要支撑部分,英国政府正与欧联一道尽力,保护英国企业免受美国对伊连带制裁,尽管如此,英国有个特殊情况,英国首相特雷沙梅,从未就伊核协议正面表态,之前几乎都是外交大臣、外交部官员表态,这就存在两个问题。 第一,说明英国在此问题上留了足够的空间,存在变化的可能。 第二,美国必定要钻这个空子,让英国难堪地做出决定。 相比英国,其他伊核协议,国基本都是总统、总理表态,俄罗斯总统普京态度最坚决,不仅明确表示继续执行石油换食品计划,提出将500亿美元投资给伊朗石油的计划, 而且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谈后表示,两国首脑同意提升两国关系。 德国总理默克尔,法国总统马克龙,多次劝输特朗普,让美国留在伊核协议内,但特朗普没有回心转意。 在英国脱欧的关键时刻,面对美国在伊核问题上是呀,英国会屈服吗?特雷沙梅会出来表态吗?如果出来表态,会不会跟着美国走呢?伊核协议还能继续维持吗?毛开云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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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